想吃东西去不消化 胃强脾弱如何调理 什么是胃强脾弱呢 中医认为脾主孕化 胃主受呢 如果说我们总想吃东西 但是吃了去不消化 这就是胃强脾弱的表现 想吃东西就是有食欲 说明我们的胃没有问题 但是吃了不消化 就是脾的孕化功能跟不上 除此之外 还会有哪些症状呢 第一 大便先干后软 开始干节 后面躺膝 第二 看舌头 舌中间有一个裂痕 舌边有齿痕 这就是点心的脾虚表现 第三 胃口好 吃得很多 但是不长胖 看得很消瘦 第四 贪吃却不消化 往复脏满 第五 是有口气 上胶有热 全身困重 第六 腰栓沉重 舌苔发白 舌的中间向下 有点凹陷 第七个表现 是小便无力 排尿比较费劲 还感觉浑身法力 如果你有这些表现 就说明是胃强脾弱 我们在治疗时 要以 异胃 补脾为主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 脾胃虚弱的人群 需要控制好饮食 即使含粮 心辣 油腻的食物 以避免加重脾胃功能的损伤 有点准备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